我把主体设计成一个瓶 这个小块我设计成一个瓶盖 中间我设计成一个系列连在一起 这样这块料就哪都没有浪费了 画叉的地方是两部分中间 做的时候要拿得稳 要切得准 否则最后平和盖的大小笔就不卸掉 器皿造型要掏糖 把模具插入瓶内一点一点的把里面的预料磨成粉末 掏糖的时候眼睛看不着 只能通过声音的变化和预期在手上的压力来判断 红臂厚度要相当于匀衬 尤其是两间的部分 磨的时候既不能有死角 也不能伤到瓶口 每天不停地干 小瓶儿也得掏上小段 细链从整体链上雕出 能拓展链的外部空间 先切掉链在外面的鱼料 再用透雕的方法磨掉环中间的多肉 把两环连接处断开的时候 两边都不能收 否则就将前功提起 那一刹那的 连大气都不用出 链条 匀秤 圆润 环环相扣 老话或者一道工具 叫活链 是玉雕 细活里门槛最高的 没有五六年的功夫 是不能干这活的 一块好玉 摸着不冷不热 看着温润沉浸 但他的钢刃 却经过去最坚硬的工具 最细致的捉摸 至刚至柔 复复自在